因為在沙發這裡呢 在野黨是很多的 尤其是本土在野黨 所以呢每一個黨呢 他們都想要在這些大選當中 插棋的時候 就會讓提名日這一天呢 色彩繽紛 我們給大家顏色瞧瞧 你看喔 在最後方的那裡呢 其實有很大批的藍棋 是一片藍海 中間呢 有前面這邊呢 有一點點伊斯蘭黨 大家熟悉的伊斯蘭黨 就是月亮 然後還有呢 中間這個有點像馬來西亞國旗的 條文型的 這個是沙發 人民希望黨 這是拉金奧金他的 一個新成立的一個政黨 然後呢 正在進場的這個呢 就是 Wiresan 民心黨 也就是沙非裔呢 他的老巢 然後上一屆呢 他還是巫統的人 然後這一屆呢 他已經變成在野黨了 那在這裡呢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呢 顏色以及人數的差別 包括了 雖然後面那一批藍海呢 人數非常非常多的 有沒有看到 但是呢 沙非裔在這裡呢 的老巢勢力呢 真的是不容小覷啊 你看呢 在我身後現在呢 看到的這個白旗 我們剛才說的白旗 那現在呢 慢慢湧入的人潮呢 至少有 大概目測呢 一千人到兩千人 跑不掉 你看 轉了一圈之後呢 其實還有很多人 是還沒有走完的 這就是沙非裔呢 他在老巢這裡的勢力 能夠動員呢 整個 先本納 他的支持者呢 能夠到這裡呢 為他加油打氣 那同時呢 也不能忽略的就是 其他的政黨 不管是本土在野黨也好 或者是國鎮那裡呢 本來就是他們的 老地盤老樹牌分的地方 這一屆在先本納呢 本來是一個 定存州裡面的一個 穩贏的國席 或者是州席 通常一國三州呢 都是 過去都是巫統拿下的 但是這一屆 因為增添了沙非裔 這一個角色 以及這個攪動的元素 所以呢 這一屆的選舉當中 就變得非常有看點了 那以上呢 就是文傑呢 在沙巴先本納 給大家掌握到的最先消息 我們再給大家感受一下 在沙巴先本納 跟我們西馬那邊呢 很不一樣的政治氛圍啦 好啦 給你一點顏色瞧瞧喔